历史昭示我们 和平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地区各国自主探索出来的相处之道 是亚洲长期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而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的稳定 霸凌强权只会危害世界的和平 地区各国要独立自主团结自强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建立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 警惕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 集团对抗外部干涉 要始终把亚洲长日久安的前途 掌握在自己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